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5月23日进行任内首次亚洲访问 在和日本首相安田文雄会谈后的记者会上 面对记者提问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 美国是否会进行军事干预时 给了肯定的答案 YES 被视为是美国几十年来对此问题最清晰的表态 行政院也在6月1日 宣布美国将和台湾签订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处理11项关税以外的贸易事项 被认为成为日后台美签订FTA 处理双方贸易关税问题的重要基础 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又将进入全新的高度 但你知道 155年前美国曾派军队登陆攻打台湾 还吃了败仗 最后和台湾原住民签订盟约吗 1867年3月12日 美国商船罗发号在屏东外海主教承诺 13名船员在墾丁一带上岸 但被设定当地的原住民视为侵略者杀害 史称罗发号事件 美国派驻中国厦门的外交官李贤德 为了此事来台湾 希望和当地原住民交涉惩罚凶手 但中国派驻台湾的最高行政长官 台湾倒以无大庭 却以肯定当地不属于中国版图为由 拒绝处理 在中国官员消极应对下 美国无法用和平方式和台湾原住民交涉 1867年6月13日 美国政府决定发动福尔谋杀远征 派两艘战舰 再送海军官兵 登陆攻打台湾 美军登陆后 遭到原住民以火箱伏击 在不熟悉当地地形下 进攻失利 带队官曼肯齐少校甚至战死 使得美军的远征最后一战败结束 美军吃了败仗之后没有放弃 严明决不会善罢甘休 打算派更多军队来台湾 中国政府知道大事不妙 必须积极处理 变派台湾最高五官台湾总兵 刘明登协助李仙德 最后李仙德也成功和 恒春当地原住民领袖 卓旗独斗基斗教设 在1867年10月10日 当地住民景点 因为天然气冒出地表点火后 会不断燃烧的出火灰面 除了归还罗发号传难受害者的手机 双方并约定日后 若有白人传难者上岸 只要举红旗 当地原住民族便不加以攻击 这个约定会成为南甲之盟 一年多后 李仙德为了确定当年的约定算数 又回到台湾 在1869年2月28日 将南甲之盟的口游约定 白纸黑字写下 就名LOU 李仙德也成交给美国国务院收录 155年前 美国攻打台湾势力的福尔摩沙远征 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像是要攻打台湾没那么容易 在地形优势下 连强大的美军都吃过败战 中国一直说要并吞武统台湾 不管是从历史 还是当代军事分析来看 其实都非常困难 台湾人都有很高的胜算 而近年美国在美中冲突下 一改过去处理台美关系时 总是放在中美关系下思考的问题 开始直接和台湾建立各种外交关系 除了送疫苗 卖军武等物资帮助 近期国务院更删除了官网中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支持台独等叙述 都可以看出美国对台湾的态度 正在出现巨大的变化 155年前 美国和台湾原住民的冲突与交涉 是否也告诉今天的台湾人 不止美国 台湾人也应该摆脱套在我们身上的中国枷锁 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